那内政部江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部长 请江部长 华伟也好 部长你好 我想现在内政部还是国民年金老人基本保证金的这个主板机关 是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内政部打算要把这个过去这个所谓的保险给付 排除在这个年金请领的这个这个规定之外 也是说过去因为如果说你譬如说过去曾领到公家机关的退休金 或者是怎样 这部分你就不符合请领这个老人年金的资格 可是在保险给付 这过去也是包括在内的 现在要把保险给付切开来 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说 因为这个保险是我自己教的 好这个跟这跟我的退休金没有关系 我没有从这个国家拿到这个钱 他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年金的部分 我们应该可以给予这个这个除外 利益是好 但如果作为排富的观点来看 您觉得对这样子对于国家有限资源的这个使用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或是会产生问题 当然我们如果国家财政状况是很好 没关系我就不差 但是没有 这是没差 但是如果将来因为其实国人现在大部分的国人 每个人都超过一张以上的保单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一个一个情形 就是说你还是因为保险是你自己教的 好但是你还是具备请这个申请老人年金的资格 好但是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多 好 人说万不万就 就是说你不要就三千 那本来就是少一点 好两千或怎样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处理 因为你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将来 因为大部分我刚提到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 这都有领保险金 那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全部都都出来 这边人是很多的 站在财力的立场 我们现行所做的这个规定 其实也是一段时间来 有参着了许多民意代表的反应 还有民间的陈情案所做的规定 那当然委员刚刚所讲的这种一定金额 是不是把它分门别类 让它不要说是一条边式的规定 这一点细节我可以请社会师来研究一下 您可以请社会师可以了解 请我们的同仁去了解 比如说我们这样就三千块的 如果这三千块是固定不变 或是把国民年金的这部分 不然是等份或不等份 哪部分是基础的 哪部分是因为你这个状况比较差的 因为像我为什么会提这个 因为我们感觉到相对的有很多人 很多人过去 譬如说在国营事业 或者政府机关 他只领了 甚至服务这种志愿役的兵 过去再早年 也有领了五千块退休金的 退役的领个五千块 领个八千块 领个一万五的 结果他非常都不符合申请 我们年金的这个 他们是需要 因为他们没有保险 他们没有横产 甚至于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办法够 所以后来修法都把他们改成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还是有些人 还是比较差的 领取少额退休金的 现在是可以加入国民年金啊 呃 但是相对如果我领了 譬如我领了一千万的这个保险金 虽然是我自己缴的 但对于这个人 我我会希望说领三千啊 但是国家会觉得说你可能不需要这三千 那所以不需要三千 可是正在公平的原则 我应该有 那就是不是有一个其他的折衷方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议题 好 这个可能的这个弹性呢 我请社会师来研究一下 是 另外一个问题哦 其实我们就说到这部分 我们过去荣民救养金哦 这个荣民卑卑的救养金 他们有的运料要调六百 调升一万三千都要调 再调升六百块 那么 呃 循着公务员加薪的这个 这波浪潮 您觉得 将来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发放的这些年金 嗯 有没有可能做相当程度的 一定程度的调整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或者这个政策指示 你有这个规划 目前没有听说 嗯哼 所以如果 呃 包括残障耶 他们很需要物价 因为物价波动啊 一样是冲击到他们耶 除了冲击到公务员之外 物价波动对于弱势 人口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是有复案 但并不是透过 年金的方法 年金的方式 我们是比较属于 就真的是救难救急型的方案 嗯 那这个是在院里面的指示之下 有在准备 我觉得其实如果 如果院长 是 这个送到立法院的追加预算 提到了 就是说 经济成长变好了 经济成长成果要全民共享了 然后这个物价又上涨了 公务员好久没调薪了 点点点 点点 这些理由 如果说 对于年纪老的社会 年纪老我们 我们认为是社会弱势的 如果说他不是家有横产 子女又闲又孝 又有钱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 身障者 身障障者 他们也是比较弱势 我觉得这部分 呃 这么似乎是可以考虑了 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 做某种程度的 能够让他们 明后年如果财政允许 比较安全的 我相信政府当然会愿意做考虑 那就今年的情况来讲 目前追加减预算 也并不包含这个部分 但是我确实就向委员报告说 属于社会救助这种性质的方案 我们是有准备的 嗯 就是说也许 撑个几个月 当物价波动很厉害的时候 嗯 会 抬出来 那但是 那种全面性的把各种年金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人 这些领取成长年金的人 他是因为他领取年金了 他就不符合社会救助的标准 嗯 你这个 这个 有互相互斥的部分 你要想到 要请你们想到这部分 怎么样去帮忙 是了解 好不好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谢谢